哈喽 早上好 起来了啊 去吃一个12点啊 就关门的泥粉档 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里人真的很休闲 现在已经10点了 你看麻烦上 几乎没什么人 这么多人 老挝 烤肉 糯米饭 12点就结束营业啊 我们好像来了有点晚 已经10点19分了 看看吃什么 做这些东西 红米饭 虾皮 蛋皮 还有雷椒 土豆腥 有什么好吃吗 有烤鸡 早起喝杯 喝咖啡啊 就普通咖啡的那种口感 2块钱一堆 便宜是真便宜 这么大一堆啊 刚才看到了 这一堆是37 咖啡2块 这个2块 这个米线是多少 米线是6块 总够加起来不超过50块 这是真的是划算啊 还有糯米线啊 粉粉的 茴香味道很重 有股那个就是香辣版的那个 康师傅牛肉面的味道 牛肉啊 它这个牛肉有四五颗 这么16块钱 真便宜 当然粉的量不是很大 就这么一个小底 这个店如果开到旁桌 我觉得也会爆鸡翅来的啊 就普通烤鸡翅味道 这里进来有股什么味道 有股那个螺丝粉的味道 糯米饭 配上它的那个猪肉末啊 这么一抓 糯米饭还蛮香的 猪肉末就是那种普通的那种 牛里煸炒过 加点那个薄荷叶这种香料 土豆丝 土豆丝加粉丝 搬糯米饭啊 高端版我们小时候的那个糯米饭 我们小时候糯米饭是配油条 配咸菜 非洲那边不是有一个那个玉米粉吗 它们有咖喱是吧 就什么捏捏捏是吧 蘸一点酱料 我就喜欢这种原始的味道 韩口牛肉饼很厚 很扎实 甚至可以说有点老 就像我们吃的汉堡肉饼 松松垮垮 又带辣味 人是争夺啊 8点开到12点 就开4个小时 因为我们杭州最火的那种煎饺店 面店还要垮着 总体感觉还可以啊 价格性价比蛮高的 而且那种很抑郁的感觉 尝试一下可以 如果队伍不是很长的话 我们现在吃好 去旁边那个农贸市场逛一下 看看他们这里的物价是什么 农贸市场 芒果 一百块钱三箱 可以八块钱吗 十斤包油 可以的是吧 菠萝怎么卖 菠萝四十块一箱 三块钱一斤 一百 一箱是十斤 三箱三十斤 一百块钱 那个凤梨多少钱 怎么卖 一百块你卖啊 不是 不是买一箱也是买一箱 十斤 十斤多少钱 四十斤 四十斤是吧 那也好 这个都是包油是吧 包油 都是包油价 好好好 这里放钱 这便宜的 十斤一箱 菠萝四十块钱 芒果是三箱一百块钱 都是十斤 这就是十 三十斤芒果一百 青芒 蛇精凤梨 它不是菠萝 蛇精凤梨 是四十块钱 都包油 这便宜的 而且我看这凤梨也不小 三分粒子鸡蛋 一块钱一个 三十块钱 二十八个 不 三十个二十八块钱 这个能发货吗 不能发货啊 好 谢谢 它这个不能发货的 但那个发货要碎的 这有点可惜啊 这有点可惜啊 其实你说刚才那个 是不是那个什么老窝饭 这个食原材料最净是吧 多便宜 那种菇啊什么样子 都可以抓发货的 菇是可以发货的 嗯 菇呢发货有风险的 万一吃了糖版版的贾病 哈哈 找一下菇 然后这里牛干菌呢 哦这个这么多 嗯 嗯 这个多少斤啊 这个二十五的 只要二十六了 二十二 对 这会有点便宜外了 十二年好看现在不好看了 买二十二了 能住没得了吗 嗯 二十九 这个非常的好搞 炒一炒就行了 什么都不用装放来大送放来 这个能发货吗 这个发货要发货 有点贵 哦这样是吧 是的 可能还要二十七八块 哦 那再看看 谢谢啊 谢谢 这个发货的话 跟杭州那个差不多 不 嗯 发货那个杭州是那个 发到杭州河马再卖是二十九块钱 不对啊 河马是二十九块钱两百克 要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那个七十 七十是吧 哎这个能发货吗 这个要发货的话这么大的那种 这个太大了 哦这是红箍是吧 哦 我过两天来买 我们走的时候再来买 走的时候你们都在吗 都在 不一定有没有 不一定有这种红箍是吧 哦 因为我们还要晚两天走 我们到时候再带 那这个呢 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二十九一盘啊 二十九一盘啊 二十五一盘 这个是红 是要什么捐啊 人斋 人斋均是吧 啊好 我们过两天来 谢谢啊 嗯 便宜点 我刚才收了一下 河马上面是 二十块钱是一百七十克 相当于 相当于要六十块钱一斤 这里才二十多块钱便宜 到底是产地啊 这个市场比那个西双版纳 那个集帽市场更好逛一点 特别是我这种喜欢做菜的人 那边呢 就有点 网红市场 就大家看看那种 山竹 米子是七块 山竹是十三块钱一斤 这种大的山竹 十六四块五 芒果 三斤十元 多罗蜜 色谱 棋子 凤眼 榴莲 那个 普通果两块五一个 百香果是八块钱一斤 便宜 啊这个包又是四十五 这个就贵一点啊 我进去看看吧 我刚刚问过一个那个做 专门做物流的那个朋友 他说这些水果啊 运到杭州的话 大概是一块五毛钱一公斤 这个的话 其实运费还是蛮高的啊 那个 你到杭州 其实 贵就贵在这个运费上面 其他倒还好 价格是这里是真便宜的 牛干军这些我觉得可以 多买点 新鲜也新鲜 带回去 炒炒 这种就 炒起来没有负担了啊 像那个 你像那个杭州买的话 买这么一点 对吧 一百七十克三两 炒盘肉一点点东西 没几片 文貌市场 哎里面反而都是那种 卤味 腌制品吧 豆腐 我看看那个包姜豆腐多少钱 这个包豆腐怎么办 你好 五块一袋 五块一袋是吧 这么多 我要不买 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来买啊 快看 五块钱一袋 这么多 也是蛮便宜的 哦这里也有这么多一袋袋的 辣椒 辣椒 这里辣椒是品种是真的多 吃辣的地方 年轻人会比较喜欢这里 从早上开始就是辣的 就是比较辣的 对啊 这个心管多 嗆心管他们多 到现在还没吃这个东西 他太敢吃 牛肉 毛肚 这些都普通正常 哪哪都有啊 刚才两个俊子我是蛮眼红的 在整个百纳啊 值得二刷一店真的不够 很多菜 你第一次吃会很惊艳 但你第二次你不会再想去 像这家店 和还有一家罗罗宾市 绝对可以二刷 甚至三刷 因为你去晚了很多菜没有 我们今天晚上出来觅食了 我爸爸今天 带我出来拍锦虹铜矿想吃店 我们找个位置坐下来 六点半 人呢 人呢还是蛮多的 我们现在还要唱这个汤 这个汤 蛋 焦焦脆脆的 味道相当的 很高的 软木 只是带着一点辣椒 客观的来讲 小朋友是不太喜欢吃的 哈喽大家好 我阿刚啊 这一菜呢是好吃的 唯一缺点就是上菜太慢了 这里啊都做小板凳的 就是很习惯 他们后厨人也多的呀 为什么蔬菜这么满 还有烟火气的啊 就坐在路边是吧 来了 第一个菜啊 等了半个小时终于上了 佐料牛肉 尝尝看 牛肉很嫩 它不是敲的那种嫩 油锅滑得很好 我妈最后抢了一份油炸排骨 是最后一份了 现在七点多 它说是说开到十点啊 但是 我们现在七点多已经没有什么菜了 它还有一个叫金钙野原素的一个味调料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评论区也不知道的 云南当地朋友能给我指指路啊 为什么它为什么要叫一个老奶洋芋 它这么洋芋啊 非常不错 有里面我们杭州的那个雪菜 再加上一点点那个辣子 就是小米辣些时候 这个口感瞬间把这个菜变得不腻了 它这么一处理之后 非常的清爽 丝滑 来分排骨啊 这时候最后一份排骨了 这排骨 油香油香的 的确啊 这个排骨很入味 有点那种咸酥气的那种口感 但是它外面没有裹粉 可以的 好吃的 这里啊很多菜啊都很下饭 那个洋芋也很下饭 排骨也很下饭 包括这个牛肉也很下饭 这牛肉而且是不老 一点不老这种 甚至能够吃出一点什么 就是水煮牛肉那种口感 来口炸菜汤啊 这个炸菜汤里面东西很丰富 里面有木耳菜 通心菜 茴香豆芽 还有豆腐鸭血 东西是很丰富的 关键啊这个价格还便宜 10块钱 怪不得啊这家店啊生意这么好 就是啊唯一缺点就是这里有点嘈杂 然后这个板凳 我知道云南来之后 我始终坐不惯 就是那种 他在那里吃饭 那个小板凳坐在那里 这里还算好的有个小小靠背 如果是去那种在正中点的那种 逮世的那种餐厅啊 他连小靠背都没有 就有一个小圆凳 这两天啊那种 新鲜的那种炸的酥菜 吃了很多 导致啊 那个 爸爸啊 前所未有的好 金黄金黄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 婴儿般的那种造型的那种 爸爸了 都是因为这里的 觉得现在比较新鲜